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听过 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使徒彼得仅在水面上险些沉入水里的事件 我们从这世纪就能够学习到 几样非常重要的功课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 彼得就从床上下去,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这样沉下去,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出手,拉住他 说,你这小心的人,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风就煮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在主里凡事都能 轮在什么连带,人若没有任何特别的配备 肯定是无法在水面上行走的 因为在水面上行走,根本就是一件反科学、反自然律的事 然而彼得一听见主许可他那么做 他就立刻从床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向主耶稣 虽然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彼得会向主耶稣提出 让他在水面上行走到主那里去的要求 但我们可以看见的是 只要是主所许可的 绝对没有难成的事 请问,在你日常的生活中 你是否会先以自己所认识的自然律 尝试、经历或者传统等因素来判断事情呢? 又或者,你有否经历过 当自己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 而真实地看见主为你开怒呢? 另外,我们从经文看见 彼得因看见了丰盛大就害怕 才会开始下沉了 换句话说 当彼得悟不转经看着主耶稣时 他并没有受到旁边情况的影响而感到害怕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 在聆听神的话语时 我们的心充满着信心盼望和喜乐 可是一旦神的应许从我们的心里消失掉了 惧怕不安感就会马上将我们的心给占据了 从这点,我们要确信 能够定睛仰望主耶稣是何等重要的 这意思是 我们不能够让神的话,神的应许离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第三,我们会看见一个可以说是最短,但也极其有效的祷告 那就是彼得对主喊叫 主啊,救我 彼得一向主求救主耶稣赶紧伸出手拉住了彼得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两个事实 第一,神是绝对不会忽略他儿女的祷告祈求的 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就说到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 主的儿听他们的祈祷 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辩年 第二个事实就是,主不单止听我们的祷告 祂也会按时地帮助我们,拯救我们 以赛亚书41章13节就说到 因为我耶和阿,你的神必撑扶你的右手 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也许有些时候,你祷告后没有马上听到神的回应 也没有立刻看见神的帮助 那时,你应当反思 自己是否真的来到人生的尽头了 而愿意虽然地相辅在神的主权下 还是你带着动机,私欲来到神的面前呢? 第四,主耶稣对彼得说 你这小心的人,为什么疑惑呢? 从主耶稣的这句话,我们也能够看见两个事实 第一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何等脆弱,何等善变的 我们可以在这一刻口唱信和的赞美主 但下一秒钟,我们或许就会因着一个消息 一个情报,或是一个意念而坐立不安 第二个事实就是,只要我们有主的陪伴 问题是不至于使我们善命的 其实,能够使彼得善命的不是风浪本身 而是他那微小的信心所造成的 从这两点,我们会知道 人是无法因自己所拥有的条件来自夸的 最后,我们要看见的是 反思上有主的主权和神的计划 因为经文说到,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可想而知,彼得会遇到大风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理由的 当彼得和主耶稣上了船,风的作为就结束 因此也就停止了 从这点,我们会知道 我们所遇到的任何问题 都是在神的许可之下发生的 也是对我们有益无害的 因此,每当我们遇到一些使我们胆怯或不安的情况时 我们应当先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向我们显明祂的计划 并把信心加添给我们 愿神继续引导帮助我们在反思上都能够信靠祂 优优独播放